大家好 这期节目主要给叶极花做的就是给它修剪斩花 特别是开拜后的这些斩花如果没有继续给它修剪掉的话 它是第2第3波花是很难打开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这个分枝长不出来 新芽长不出来 所以就导致它这个养分供给不了新芽上 所以就被这些开拜这些斩花给阻碍住了 所以你一定要继续修剪掉 就是在第一堆叶片下来 这些地方剪就可以了不要剪到第2堆 修剪完成之后别忘了给它补肥啊 补肥的话用这个有脂肥是比较好的 像这一般的话大概许多粒就可以了 就是大概一个月给它用一次 撒金银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盘土是微适用的就不用给它浇水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花谢后如果给它修剪还有施肥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时间有限下期再见 碗 切 servicio 谢谢大家